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靡百姓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我們 這個 神魔之塔與妖精尾巴合作的系列卡牌之一的這個 地獄級魔王 伊格尼爾 火屬性的龍族 隊長技能 炎龍王 火屬性及龍類攻擊力3倍 如果是火龍的話 攻擊力9倍 所以這一隊是給火龍用的一張卡牌 雙火 就是雙隊長的話 99 81倍 基礎倍率非常非常高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你可以不用10抽的卡牌 所以這個倍率對一個非10抽卡牌來講 基本上是蠻好用的一張卡牌 但是沒有其他特殊的部分 那我們來 來介紹一下主動技能的部分 炎龍王的咆哮CD7 一回合內延時轉出12秒 12秒 蠻長的一個轉出 這個基本上讓你寫很多GGYY的盾 基本上還蠻好用的 那再來它引爆隊長級戰友直行符石 已掉落火強化符石 增傷幅度1.5倍 1.5倍 那再來還有一個 對敵方全體造成200萬的火屬傷害 此傷害無視防禦 所以這個技能 這個卡牌的話 我是一定刷 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為什麼 延時轉出的部分的話 對不對 你很多盾解不了 用它來幫忙增加轉出時間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 那引爆的部分的話 你隊長級戰友 基本上它可以解盾 尤其是雙風化直行符石的部分 我覺得會是很好用的 那再來第三個它是功能 它是一個直傷功能型的卡牌 直傷200萬以外 它是無視防禦率 所以會是非常好用 所以這張一定至少要刷一張滿技 複製人的話 我是沒有很建議 複製人我沒有很建議 因為它的特性是功能 功能卡牌 基本上就是用那一次就沒有了 除非連續都要無視防禦率 那基本上那關卡還是有點奇怪 OK 好 以上就是伊格尼爾的這個 精密分析 我是平民分析 我們下次見 掰掰